24號 河南新增15例本土感染者 其中駐馬店是有13例 開封已出現2例 由於中共常掩蓋疫情 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網上視頻顯示 24號 河南與山東交界的商丘市開始封路 官方稱 奧米克戎變異株已傳入開封市藍烤線 要求25號起開封全市進行核酸檢測 開封市民黃先生是一位醫生 他認為核酸檢測結果被操控 病毒不可能絕跡 藍烤線24號發布通告 要求從25號起 全縣實行7天的所謂靜態管理 期間停止各類聚集性活動 實行臨時交通管制和閉環管理 除接受核酸檢測和緊急救意外 一律逐步出戶 商戶表示 靜態管理措施嚴重影響生意 新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 中原採訪報導 商戶表示 回春內 靜態管理措施 messing使命 收集中了 偷患進行回春相遺空 抖地 石頭 磨岖 索 阻崎 偷悲中 記者 混 靠谷 駟 貝 天 靠谷 地 靠堰 蛇照 陽 靠谷 自意外